关注大马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你好 我是拉斯达 我们来看新闻焦点 国家元首苏丹安拉对首相属部长 WCW店 护导国会的声明感到失望 国会出现确诊病例 卫生团队继续驻扎议会大楼 筛查所有人 财政部长登顾交付报告 疫情爆发到现在 政府公布的八个经济配套 总值超过5100级 首相属部长的特殊 在发表政府取消紧急条例的声明之后 国家网工发文告澄清 国家元首苏丹安拉拉还没有预准政府 废除紧急状态法令的条例 并强调有关的声明不正确且误导国会 国家元首对此感到非常失望 文告显明陛下也对大纠定和总监察长 丹西伊德萨润没有遵守之前达成的共识 也就是国会必须将废除紧急条例事 提升国会以及进行辩论的做法 感到非常遗憾 因为大纠定和伊德萨润在7月24号通过线上会议 进建国家元首时 元首已经预准政府必须先在国会提升和辩论 才能废除所有紧急条例 但是这项建议并没有获得执行 国家元首认为政府在7月21号没有经过国会辩论下 仓促废除所有紧急条例 除了误导国会也违背国家原则阐述的尊崇法治原则 甚至还违反了联邦宪法所阐述的国家元首功能和权利 陛下强调在君主立宪制和宪法治上原则的议会民主制度中 各方都必须遵从法治 同时陛下预令所有国会议员在国会会议期间 优先关注人民和国家的福祉 寻求方案解决人民和国家在疫情中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陛下也借此机会呼吁人民共同祈祷 让国家在上餐的保佑下远离任何灾难 让官病得以遏制和尽快结束 另外陛下也感谢政府在星期开始召开国会会议 因为这符合了马来统治者理事会 在6月16号召开的特别会议中所提出的建议 也就是在紧急状态结束之前召开国会会议 卫生部通报 截至昨天原定出席国会的人士当中 有56人确诊新冠肺炎 其中包括两名国会议员 6名医务人员 以及48名来自各政府部门的职员 卫生总监丹西诺医生表示 卫生部将会继续监督国会 吉隆坡卫生局和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的卫生团队 会继续驻扎议会大楼以筛查所有人 卫生总监说 考虑到当前的情况 卫生部已经指示所有出席国会者 在议会召开之前进行筛查 以防止疫情扩散 他透露在这期间 共有2093人接受检测 截至昨天 共发现了56个阳性结果 确诊率为2.7% 当中有39起是没有完成 或还没有接受疫苗的人士 农医上说 被证实染疫的人士 不准出席国会 他们和密切接触者 在国会开始之前 已经被隔离 治疗和进行居家隔离 当局也对这些密切接触者 展开持续调查 卫生部也提议 减少出席议会的人数 并缩短会议的时间 同时敦促所有人 都必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财政部长登顾薩夫 今天在国会报告 从冠冰疫情爆发到现在 政府已经公布 8个经济配套 总值5300亿令吉 去年落实的配套 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22.7% 或总值3051令吉 薩夫说 和其他国家的援助 以及经济振兴配套相比 例如印尼 韩国和美国 我国的配套 是总值最多的国家之一 为此同时 登顾薩夫透露 去年发放的国家关怀援助金 是大马市上 最大笔的现金援助措施 一共拨出180亿令吉的款项 超过1000万人受贿 也是政府第四位M40家庭 提供援助 他补充 今年的复苏配套中 政府会继续推出三项计划 援助B40和M40群体 包括人民关怀援助金 关定特别援助计划 以及失业援助计划 同时 考虑在未来 继续推行食物栏援助计划 以便减轻人民的负担 财政部长 登顾沙夫罗也在汇报中谈言 政府在解决疫情危机的同时 也必须兼顾各方各业 他承诺 政府在播出任何款项之前 将会寻出最佳以及最适当的解决方案 以便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地位 在疫情结束之后 能够保持稳定 我承认 我们的最大气息 在担任这种状态 是要继续推出 与数据的国家负责 我们需要继续推出 与保持生命 他补充 没有稳固的经济 我国家没有对抗疫情的资金和资源 来关注国内的新冠疫情 我国今天的新增病例 在刷新记录 报17,170起 另外 今天再有174人染疫病逝 累计死亡人数达到8725人 今天共有四个州属和直辖区 确诊病例破千起 分别是雪兰娥7163起 吉隆坡2138起 吉达1212起 以及罗佛1054起 今天共有12930人康复出院 累计康复人数 达到八十九万零七百四十二人 目前国内还有十七万九千一百七十九起活跃病例 其中1043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530亿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随着政府积极推广疫苗接种计划 我国的疫苗接种量连续第三天超过五十万剂 昨天全国一共接种五十五万两千七百零一剂新冠疫苗 截至本月二十八号 我国已经接种超过一千八百九十四万六千剂的新冠疫苗 其中一中一千两百八十四万一千两百一十二剂是首 共占据我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三 另外有六百一十万四千八百三十六人或相等于百分之十八点七 这一期则是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接种首剂疫苗最多的邦州和联邦直辖区 分别是雪兰儿和吉隆坡 紧随在后的则是布城、沙拉叶以及柔佛 副卫生总监的张志强表明 随着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以及面试 他认为在未来几天国内的病例将会持续走高 预料几个星期之后确诊病例才会有所减少 张志强指出 卫生部鼓励民众采用快速抗原检测试剂和咨询检测 以尽量追踪更多确诊病例 慢慢减少社区感染 当越来越多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被发现 相关群体将会被隔离 而数个星期后病例才会开始减少 如果成功的话 该部将会重新安排冠病检测的策略 以确保更有效的隔离和监督病例 他指出 尽管我国的疫苗接种率已经提升 但是在接种第二季疫苗后 依然需要两个星期才会发挥作用 而随着Delta毒株的出现 加上越来越多人 无症状染疫 导致国内的疫情持续扩散 确诊病例持续走高 根据其他国家的记录 即使疫苗接种率高 但Delta毒株还是导致病毒扩散 无论如何需要入院和重症患者 已经明显减少 与此同时 张志强也提醒雪龙区的民众 一旦发现身体出现任何症状 就要意识到本身是否已经染疫 并且第一时间进行检测 为了缓解巴生谷的疫情 大巴生谷公共卫生特别小组 已经采取六项方案 当中包括增加医疗资源 人事调动 增加对前线人员的支援 包括心理辅导 通过虚拟评估中心 监督居家隔离者 批准更多自行检测工具 以及与民沟通提供及时资讯 截至昨天 副理部一共接获 34万2432份 有关国家关怀食物栏计划的申请 当中已十周回数最多 此外 该部目前已经派发 将近两万九千个 食物栏给提出申请的民众 副理部长 八万一千一百八十二份 对此他表示 该部会持续加强国家关怀队 以便能够更有效地为民众服务 早前首相当西蒙一定推荐 马来西亚国家营养政策2.0 希望通过三大目标 提高和维持国人的营养水平 对此政府希望各州 能够集会支持和配合 以让这项计划可以顺利进行 许这经济发展迅速 民众的生活节奏和步伐 与越来越快 无形中健康饮食习惯 也很容易被忽略 根据国民健康级发病率调查 我国儿童发育不良的发生率 逐渐提升 每五人当中就有一人 面对发育不良的问题 因此儿童发育不良 是一个被受关注的 公共健康问题 Tinjauan Kebangsaan Kesihatan dan Morbidity 2019 merekodkan satu daripada lima kanak-kanak di Malaysia adalah bantut penentuan itu hanya boleh dilakukan menerusi hasil penilaian tinggi dan berat kanak-kanak di klinik kesihatan dan kemudian direkodkan dalam carta pentubuhan kanak-kanak jadi dari situ kita boleh tahu sama ada kanak-kanak itu telah mencapai tumbasaran standar atau tidak antara faktor bantut adalah amalan penjagaan pemakanan bayi dan kanak-kanak kecil yang tidak betul Malah公益大学分校 飞食学官员 Hazlin表示 在儿童群体中 出现缺乏量食和发育不良 是一个严重的课题 Gezau需要认真看待 才能确保儿童健康成长 Saya harap semua pemanggang taruh baik dari sektor kerajaan dan suasana boleh memperkukuhkan kolaborasi untuk bersama-sama merancang strategi yang bersifat komprehensif, holistik dan lesari untuk menangani masalah malpemakanan di negara ini Program atau intervensi pemakanan sepatutnya bermula dari penjagaan pemakanan di peringkat awal kehamilan lagi dan berterusan ke peringkat umur kanak-kanak dewasa dan tua 与此同时 国立大学 飞食专家 黄医生表示 民众应该从小就开始 注重健康飞食方式 而飞食专家 也应该监督 学前教育 和中学生的飞食习惯 selamat menikma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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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